有右邊錄文 每場錄文發表時間為20分鐘 再倒數2分鐘及1分鐘時 工作人員會舉牌提起您 發表後會進行10分鐘的與牌去討論 同樣也是在倒數2分鐘及1分鐘時 工作人員會舉牌提起您 請各位主講人與主持人配合時間控制 謝謝您 第一天錄文的題目為 讓孩子們看得見藍色的天空 鼓獎人為美國業務大學政治學博士 第八屆立法委員吳嘉隆博士 武神市洪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系教授 劉耀華教授 請掌聲歡迎兩位 我建議先介紹一下陸市長 我們很高興 我們台中市副副市長 我們立臨現場 我們請副市長將指揮畫來 我是奉勵來聽林佳龍的專題演講的 這是我們邀請單位說希望我怎麼來聽一下 所以我就早點過來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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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各位對賓 我想就不一一之一 很高興 今天有這個機會 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或許這會是一個特殊的日子 可以來檢視我們這一代跟上一代這一代 跟下一代的 在台中這塊土地上面的作為 我跟你講 這是我們今天聚在這邊的目的 我們如果回顧過去 然後好好看看現在 來 我再猜 未來可能是我們所希望的未來 可能就是打混組合到的未來 所以我們今天就很高興說可以邀請到李嘉隆立委 來到這邊來跟大家分享 我簡單的介紹一下李嘉隆立委 他本身是台大政治系畢業 然後後來在耶穌大學政治權研究所 拿到這個博士尋位 我在猜嘉隆他一輩子在追求的一個理想 應該是怎麼去認識跟監禁 甚至進步的去闡釋政治的目的 我感受比較深刻的是 這個嘉隆立委 所以好幾年前就一直都 我們在接觸的時候他跟我們提過 我想政治 特別是台灣的社會 過去對它有很多的扭曲跟意見 可是他把它講得很簡單 政治存在的目的 事實上是應該讓這個人民 這塊土地的人民 有機會可以過比較幸福的日子 所以我想我就簡單的介紹 希望說政治這個資源 能夠在嘉隆立委的產股底下 變得是比較活潑生動 可接觸 甚至變得是可以做好個業 都會覺得它是有意義 甚至願意參與 所以我們是不是一起掌聲歡迎嘉隆立委 謝謝 謝謝 謝謝劉教授 要特別感謝我們菜股市場 真的有機可嘉 不過我也會留下一聽你的演講 這樣比較公平 大家都是已經投入環境生態律動的先鋒 我想理念的問題我不用談太多 我談一些行動 談一些案例 談一些我們大台中真正面對的問題 我們先從一個問題開始 我那幾個人 大家覺得這幾個人之間的交集是什麼 三國喜 順悅 羅曼菲 陳定蘭 吳修伊 那如果還有一些 我們也在周邊有時候聽到了 包括現在相當有名的肖萬長 高滑柱 我想說答案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悲癌 悲癌 悲性癌 事實上我的父親 六十四歲 往生啊 往生啊 也是 背起來 我的大姐啊 三十 歲的時候 往生啊 也是 背起來 那我想周遭很多 親友們 我們應該常常聽到很多的人 突然間 就離我們而去 那怎麼不讓這個悲劇 繼續發生啊 我們一定要去解決 我們環境的問題 尤其是空氣污染 因為 沒有理由不抽煙 沒有在一個很惡劣的 工作場所 的人 他也會得這個病 所以確實喔 上帝給我們很不一樣的 老毛 但是確實很公平 一樣的時間 一樣的 空氣環境 所以我們今天面對到的是一個 事實上是一個 他 全世界人共同面對到的問題 好 那 怎麼樣的 願景啊 或目標 可以讓我們 把這個當做 我們 生活上或是 公共參與上 努力的目標 我就 就是 用這個主題啊 讓孩子們看見 藍色的天空 很多城市曾經 烏煙瘴氣啊 但是經過努力之後 改善了 我們不用去講 德國的這個 盧爾區 那個是一個 真的是重工業 連現在都可以改變 我們就比較近的 我們看到 這個 東京 東京其實跟台灣的台北 在 70年代 那個時候都是工業化 一切都是拼經濟啊 那也曾經讓 環境破壞非常嚴重 所以那時候的 1967到1979年之間 東京都的知識啊 美容不亮級啊 他曾經 喊出這句話 就是讓孩子啊 能夠看見天空 那我是希望能夠讓孩子們看見 藍色的天空 當我們看到七旗 高樓大廈真的遮住了我們的天空不假 事實上 在七旗的人呼吸的空氣啊 也可能來自大杜山 我們的工業區 東科 隨著 我們的東北季風也好 所以把我們台中火力發電廠 再加鐘樓 風心 這些鋼鐵廠 造成了這些 細旋不為力啊 各種的污染源 吹到了我們大台中這個盆地 所以過去十年 其實在中台灣 是全世界 可以跟空氣品質啊 很急劇惡化的地方 連南投啊 如果你去看那個監測站的資料 為什麼 因為擋到了山壁啊 下來剛好讓南投的人啊 好山好水 但壞空氣 所以 我們居住在一個這樣的環境裡面啊 我們的環境的治理 不能夠從 一個個別城市 要從一個更大的環境來看待 這當然涉及到中央的政策 可是中央的政策還是經濟掛帥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的 這個 叫做空物防治法 總量管制規定 早就已經通過十幾年 為什麼沒有區域正正落實 那麼這些現象就知道說 空油法令 行政部門也不去執行 所以 所以 包括 最近在年初才通過的 我們知道說 環保署這個空氣品質標準修正草案 針對細懸弧為例啊 就是 這個整個 平均值 要去減量也有明確的規定 可是我們看不到具體的配合的行動 這個就是今天我們面對到的問題 那我今天主要是從環境的角度 來去提供一些分享 我是提一個全世界的運動 因為這個覺醒已經都在 大家都看到 不管是全球軟化 還是空氣品質的惡化等等 我自己很關心城市 因為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啊 城市現在 在全世界占一半的人口 城市裡面的生活品質是會影響很多人的健康 在2005年的時候有一個運動 很可惜台中市沒有參加 2005年的時候 那時候有大概五十幾個城市在舊金山 參與了所謂的綠色城市的宣言 就Green City Decoration 其中五十幾個國家也簽署了舊金山 城市環境協定 那裡面有三大主軸 21項行動方案 在我這個城市夢想家 這本書裡面 我都有提到 那台灣呢 陸陸續續有參加的是台南跟台北 是 可是這個參加是要接受檢驗的 因為在這所有的項目裡面 到了今年 2012年啊 所有實施的結果啊 要接受評評 這個至少代表一個 有心去改善環境的努力 所以台中市我是建議可以 具體的去參與 全球性的城市 在環境治理上的運動 讓我們有客觀的目標跟指標 可以去衡量我們做的努力 成果在哪裡 還有什麼樣 需要繼續來做的事情 那麼 來下一頁齁齁 那我在台中這 將近八年的時間 我走遍的大街小巷 那參與很多啊 我希望政治不是只有選舉啊 政治有社會關懷 有這個文化的素養 還有呢 對於這個環境 這些各種的我們居住 生活的這個地方 能夠有些品質的提升 政治只是代表 但是你要代表什麼 以及你有了代表 去執政的時候啊 你要做些什麼 那我舉一個我們台中的 泰雅族的詩人 瓦利斯諾干 他提到的希望 一個城市的裡面的原住民 他提到說 我希望台灣的孩子 擁有飛鳥 溪流和綠藝 而非要求一致的藤條 我希望台灣人民擁有 生靈 愛和和平 而非國家服務的綠藝 每一個早晨 讓誕生的希望工程 引領台灣的腳步 向前行 我相信這也是 鍾丁茂教授啊 他希望我們傳承下去的 就像我和艾文共同創作的一首歌裡面 裡面有提到的 這是我們的夢 日後生我每一天 因為後生疼痛 是很美的願望 這是我們的夢 日後生我每一天 為著心愛 手甘胃吧 為著你 我們手甘胃吧 就是共同的努力來解決這個問題 接下來 我很快的因為時間 我就帶過這本書 是城市夢想家裡面 大概我提到一個比較 就是我們講的幸福新首都 就是綠色移居的城市 裡面大概有綠色城市 智慧城市 健康城市跟志工城市 這是我認為一個城市在民主化之後 它真正要品質提升 很重要的四個面向下頁 那我也提過 我在聯合國工作 主要是在編制 綠色國民所得 那這個事實上在後來 逐漸的這個普及開來 大家比較能夠接受 經濟成長率要扣掉 環境的污染 跟人口擁擠 對品質生活的一個下降 所有這些東西之後 我告訴你 中國在1990年代 快速的經濟發展 每一年都是保10以上 10%的成長率 但事實上要扣掉 那些我們有放進去模型裡面的污染 所造成的 比如說對土地 可能因為污染之後 未法無法耕作 環境的污染造成生命 這個我們講的這個 平均的一個下降 事實上中國的 綠色的國民所得是負的 那我們編了三個模型 因為中國也是聯合國的一員 所以最後他們挑選了一個正 大概差不多0點多 不過我們真正比較嚴格的是負的 我站的那個後面就是聯合國的 那高等研究所的大樓 來 下一頁 那我覺得這裡面很多的層面 比我剛講綠色城市這個宣言裡面 有七大主軸 我就不一一去講 我今天談比較多的一個是 當然是空氣污染 另外一個就是跟交通 其他當然有垃圾的減量 都市設計綠建築 能源 產業 那個都很多 那麼其實綠色這個運輸 在那本交通 台中其實是台灣 其實是相對來講 比較被犧牲的城市 我簡單來講 台北有捷運 第一次做就是四條的路 高雄至少有兩條 BOT的捷運 如果我們去看 整個一個都市如果沒有大眾運輸系統 每一個人都開著汽車機車上街的時候 空氣會好才習慣 那即使是這個樣子 我舉一個我在東京工作的例子 東京在捷運線跟環狀的 所謂三首線完全完成之前 他的整個交通 污染是很嚴重的 但是自從三首線跟六條主要的 串聯的捷運完成之後 東京大概有七成的人 人是在大眾運輸系統裡面 所以使得東京路小 但是至少公車汽車還可以走 可是你在東京看不到摩托車 幾乎 然後現在有些地方開始看得到自行車 所以交通是單一最重要 影響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就是二氧化碳的污染最重要 所以台北如果你看我們在 大概1980年代 那時候還沒有第一條捷運 第一條捷運是1996年 所謂木炸線 那個之前 台北在那個之前 有很多的工業區 後來當然往台北線逐漸的移動 所以待會莊品傑教授的報告 會秀那個圖 就是台北的整個空污的情況 在有沒有捷運之後的差別 所以台北的人均壽命比我們長 是有這些比例的 這也是不均衡發展 那台中 我們講的環狀的三首線 有台鐵三線還是要串連 很重要之外 其實胡市長 我們往下看 這是東 胡市長帶我提到他的主張 這個是東京的左邊 你看他最左邊的就是 還沒有串連的時候 只有一邊的這個 所謂的JR 日本的國鐵 然後慢慢的串連 甚至連中央線 然後可以往外輻射 這才能夠容納東京 三千萬的人口 不然也會打結 塞車 然後右邊就是他的路網 下一個 那左邊 如果我們打大鐵中的三線 海線串連起來 再打中央線 從清水到潭子 然後前面的甲後 上面的甲後線 就是大甲到後裏 基本上可以構造很像東京的環狀線 這個是一定要趕快做 已經延遲了 實際上台中的這個 我們講的這個捷運的規劃 從張子元 當市長的時候 那時候省府啊 跟中央就挺住了 台中縣市 差不多將近五千萬 那個計畫 最後才有所謂的 我們看到的綠線 紅線跟藍線 可是事實上現在 也還都沒有呈現 那下一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包括如果往東市 那個鐵道運輸 就現在的那個 我們東風啊 這個自行車道 或往這個台中港 市長那個都會有鐵道 然後去架構一環一環啊 讓交通可以在外圍紓解 不一定要都要進入市區 去塞車 去停車的問題 還有可能發生車禍 更不用講誤賴 下一頁 所以一些朋友啊 包括剛剛介紹我的 有阿華教授等等 在幾年前知道 遇見台中綠線要出現 雖然知道這算是災難 因為有一條 所謂的空中飛龍 中運量的高價化 但是沒有入網 比如說中央沒有核定 台中一個入網 只給你一條耶 有多少錢也有多少錢 這就了一年了 三十年了 五年就甘了起來了 要找到一個規劃 然後有入網 逐年的編列預算 這樣子才能夠讓台中的這條捷運綠線 能夠活下去 而不是等七級的土地 跑做起來了 文心路啊 旁邊的高樓大廈 地價很貴了 然後最後這一條 你看糾紛這麼多 還好有糾紛啊 讓我們重新去思考 台中的所謂的軌道運輸啊 應該是怎麼架構的 現在三線已經高價捷運化 所以我跟交通部一直在講 海線也要高價捷運化 然後慢慢串連起來 這樣才能夠讓大台中合併 我們不會說 小孩穿大人的衣 大人的衣 還是大人去穿小孩的衣 就是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沒有那個股價 大台中的交通網 你一直從小台中的火車站市中心輻射 要去做什麼 做下一個 現在轉到那個七條的選舉的時候 胡志長講的MRT MRT還是算捷運 是鐵道運輸 結果選後變成六條的BRT 變成所謂的公車捷運 那姑且這個都還是夢 夢還不是真正的計畫 所以這裡面沒有一個宏觀整體的規劃 它只能做免費公車 然後說那個是公車捷運 然後再說成它是捷運等等 其實這個是沒有辦法去實現的 來下一個 那其他最交通的部分 我覺得說 軌道運輸一定要盡快來做 其實在西雅圖 在很多國家都回過來做 它都有大的計畫方案 再甚至三十年的規劃 訴諸公投 然後逐年編列預算 然後跨借數的把它做完 所以交通是很重要 但現在談到綠色的能源 我就不多談很多成功的經驗 但是我要講台中的問題 在於空氣污染很重要的一個來源 就是台中火力發電廠 我們前一陣子去考察 你看到那些些抽 你看到這個把頭洩霉的這些 湖存場 這個 下一頁 如果你看到這個數字是南屯地區 癌症發生率跟這個能見度的趨勢圖 這裡面可以找出研究的課題跟發現 它的這個能見度下降 然後你看癌症率增加 很明顯的 你如果做一個相關的分析 那你怎麼去找它的因果連結 還要繼續來做研究 下一頁 那麼水跟綠這個部分 我想台中的這個高 非常快速的都市重劃 把我們在屯區啊 包括南屯西屯北屯 甚至現在連結到 大台中縣市的這個 包括 潭亞神的地方 那個整個 這個寒水效果沒有之後 其實也會導致像 卡梅基台風來也會淹水 交通也會塞 所以你看配合台灣的 這台中的水的治理 現在因為五都合併中央的 丟給地方 所以這個水的治理 必須要有一個更宏觀的 那這個 另外機會就是我們適用的水源 還有這一些問題 河川的水的治理是非常重要的 來下頁 這個當然是出國考察很多的經驗 大家看到右邊的卡梅基台風 上面是首爾的氫基酸 基本它的整治 接下來 綠建築 我們在書籍裡面也列了很多的例子 讓大家可以參考 台中個別有在做 但是其實那個是 飛雪車心 要更大的環境的配合 來 接下來 那我要提到就是說 我剛才提到 台中的污染源裡面 尤其指PM2.5 這一個部分 中央的法令要落實 我們會繼續來要求 總量管制 然後要監測 所有這些空氣污染 然後 每一天就像天氣播報的時候 也要播報 空污的狀況 讓我們人民有所警覺 有所了解之後 可以去形成一股壓力 不然我們整天受在這種惡劣環境下 我們連這種資訊跟意識 都沒有 那 所以 最近在討論健保 我是主張 就磕空污稅 那個稅磕起來超過300億 所以就不用付家寶貝 受得那麼辛苦 就是誰破壞 就是誰要付 因為造成我們健康的成本 政府應該去做這個政策連結 再 我在最後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台中的 我們 這個 蔡副市長 也率團去瑞典跟丹麥考察 我也詳細看過報告 那個報告太單了 所以知道這報告沒有碰觸到我們城市自己最核心的問題 北歐的國家有它特殊的環境 人家已經可以做到另外一種面對的問題 但我想說 台中的兩個政策我都問過中央行政院的部會 一個是花博 花博如果要蓋在後裏 你要面對到 就是中榮跟風興 鋼鐵 跟我們的中科第三級 在那邊的污染源 那高檢部講 後裏那個過去是 掛地當的地方 那邊如果再蓋大的大樓 來做一個新的這個 所謂的展場等等 會不會有一些問題 那就喊出來 115億 當然經過議員的質疑之後 隔週就變成60億 事實上這個編率預算太過核心了 那台中的話發展 花費產業應該放在哪裡 讓中張頭的這個花費產業能夠群聚 能夠物流 能夠配合展場的建設 這個真的是要慎思 第二個就是水南的這個 第二個就是低碳城市的補助 也是因為補師長說要爭取這50億 但是中央環保署也確實 他說他沒有承諾 就像農委會他也講 他也沒有答應 所以我們那市民要了解 這個計畫的預算哪裡 尤其現在財政這麼困難 當然在大台中 我認為回到一個很根本的 我們周遭的問題 就是在胡市長的任內的土地開發 等於前面市長加起來都還要多 未來的也沒有機會再開發 但到後期14個單元 1400多公頃 變成都是在土地重化 然後我們看到水南 水南市我們在中央包括我 一直參與 把國防這地圖的地轉給市政府 水南那樣的規劃適合嗎 我們人類的知識可以馬上預測50年後 我們這個都市的費應該怎麼用嗎 水南如果那樣的開發 其實會變成不是水南園區 是水泥園區啊 為什麼我們不把這個土地 我們做低度的開發 初步的運用 讓五年十年之後 甚至五十年一百年之後的子孫 他還有機會 認為大台中主要在合併成形的時候 這個核心的地方 不是變成一個房地產 或變成抵費地 變成一個基金 我們人類的知識有限 我們必須要保留一點空間 讓後面的來填補 如果我們都把它開發完了 我們事實上沒有辦法保證 這個方向的決定是對的 更何況我們的目標 如果是經濟 如果是土地的價值而已 那這個最後會產生非常 對子孫不公平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說要用Green GMP 永續發展的概念去看 我們人跟環境跟社會 以及跟下一代的關係 那我們希望這些引發的討論 可以讓我們的政府 經過你們的台灣生態協會 尤其是鍾教授等人努力 我們希望說 當在討論城市的發展 多一點環境的議題 那我在中央委會來努力 那也期待我們的市長 我們的蔡副市長待會兒 也能夠回應一下 這些包括PM2.5 我們來監測解釋 我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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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